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技院即将播出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一个草莓育苗基地里出现了一件新件事 别人在培育草莓苗的时候大多是陆地土壤育苗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宗静却不这样做 他让草莓苗远离了土地架在了空中 这可是草莓育苗的头一遭 那么宗静为什么非得把草莓架在空中来育苗呢 我这草莓我正跟你说 我绝对能种出它草莓自有的本质 你像这个草莓这个含糖量12.5% 你看 前度可靠 安全可靠 正在夸着自己草莓好的人名叫魏国来 种草莓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 刚开始像大多数种草莓苗的人一样 也在陆地上育苗 为什么要是自己育苗呢 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你看咱买这一颗苗吧 就一块二毛我的苗 这个对于我们种草莓来说也是负担不轻的 这样我就尝试自己育苗 大棚边上的空地 就是老魏当年育苗的地方 地是响当当的好地 当时的老魏对于草莓的育苗也是充满了信心 老魏育出的苗长势不错 可是一移栽这问题就来了 问了专家老魏才明白 自己育的苗是得了碳居病 碳居病它有一些症状 一个是叶片上可能会有 仔细看的话会有一些油污状的这种斑点 然后主要发生在这个叶柄上 叶柄上会有仿锤形的这种病斑 然后逐渐的凹陷 然后叶柄就折掉了 或者是瀑布镜上也会有类似的这种病斑 草莓碳居病被称为是草莓中的癌症 一旦得上这种病 对于种植户来说 那可就损失惨重了 那你癌症就不行 你治的也治不好 你不治它一家这就能要你命了 这就苗也是这样 一家这就要死了 你农民你种这 你没苗你还说 别的关系怎么谈呢 没得谈了 你没苗你还说什么受伤 不过老魏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遇的苗怎么就会得上碳居病呢 像北京这种气候呢 就是夏季容易出现高温 雨季呢又相对集中 那么对它的这个种苗的生产呢 是有一定不利的影响 我自己就遇到过 前两天你看着这个苗 整个地面都爬满了 绿绿的看着特别让人欣喜 可是机场雨下去之后 就也就几天功夫 就全部都染上碳居病了 原来草莓疫苗最怕的就是下雨 一旦遇上连续下雨 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草莓碳居病就会发生 碳居病又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遇到雨天 它会随着雨水四处传播 碳居病一旦发生了 又很容易蔓延 它借着雨水就大面积的蔓延 而且发生的很快 严重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种苗都不能用了 这是一块正在进行 西瓜育苗的疾病 然而就在去年和前年 这儿的二十多亩地 育的全都是草莓苗 就是因为碳居病 两年的时间 让这块地的主人罗坤祥 损失了四十多万元 天要打雷 天要下雨 天要出太阳 这事可由不得咱们 你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办法让这老天不下雨啊 从我一小就说人能省天 到现在还不行 还得靠天吃饭 既然咱们没办法改变老天 那么咱们也不能坐等草莓 受到碳居病的侵袭 尤其是从事科技推广服务的踪进 意识到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我们技术推广部门来说 遇到这种问题 我们要是再说解决不了 把这个问题再带到那个农户那去 让他们再受这种损失 那我们肯定是就没有尽到这个职责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草莓免受碳居病的侵害呢 宗敬他们首先想到的 就是给草莓避雨 后来我们为了就是改变这种 改变它的这个环境 给它一个避雨的条件 让它避免这个雨水的冲击 和减少病害的发生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塑料大棚 给它这么一个遮雨的环境 把草莓苗种在大棚里 就像是给它打了一把伞一样 避免雨水淋湿 防止了草莓碳居病的发生 草莓苗在大棚里风雨无忧 长得比陆地苗好 就是对于减少碳居病的发生 减少这个病害的流行 这个作用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由陆地育苗转为大棚育苗 苗长的是好了 可是空间变小了 工人们的活动都集中在这一个棚里 赶上忙的时候人比较多 一不小心就会损坏草莓苗 大棚育苗因为多了一道棚的管理 无疑又增加了劳动成本 就如果说从这个管理方面来说 保护地的这种土壤的育苗 使用的人工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但另外呢 除草啊 还是说植株整理 还是以后的这个 压苗 起苗 这些都需要它去蹲着去操作的 就单单是除草的问题 就需要很多人工 在劳动力成本增加的今天 这些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一遍除草可能还不能达到你这个目的 可能要好几遍 那么你这个效益可能就要减少 草莓育苗进了大棚 却也给宗敬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宗敬想能不能借鉴草莓的高价种植模式呢 省工 你看干活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站着 不用弯腰了 这个非常省力气 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高价 不存在说地面还要去除草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采用土软育苗的话 那么还存在一个人工除草的问题 这个是耗工非常多的 在草莓苗上架之前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土传病害 随着越种呢 种草莓的越不会种了 越有技术越不会种了 为什么呢 就是苗老出问题 就土传病害 草莓上了架 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那我们都想着就是把它提起来 跟这个土壤分开了 是不是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高价机制栽培草莓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把草莓种在架子上 给管理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摘叶 蔬果采摘这些活 来来回回一走 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 你看现在这个架子在一米到一米二这个高度 对于我们来说进行操作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不需要再弯腰再去做那些工作了 草莓苗都上了架 大棚里宽敞明亮 草莓苗也长势起人 工人们的劳动也变得轻松自如 在东京的草莓肥苗大棚里 记者惊奇地发现 草莓肥苗的架子和草莓种植的架子有着很大的不同 高价草莓种植的架子那是一马平川 而肥苗的架子却是高低不平 曾经为什么要把架子设计成这样呢 如果我把它抬高了 跟这个就放母猪的这个草是平着的 那么母猪在长起来的过程中 它叶子呀什么都会都会增加 然后叶子会比较开展度会比较大 可能会遮住这个苗 那么造成这个小苗的不通风不透气 影响它的生长 在草莓繁殖中 这一株苗叫母猪 而从母猪匍匐精上长出的叫子猪 曾经把架子设计常有落差之后 母猪和子猪就不在一个平面上了 尽管母猪叶子茂密 也不会遮挡子猪 这样子猪的生长空间变得比较大 长势会更加好 在曾经的草莓一苗棚里 仔细看还会发现不同 高价种植草莓的架子 是一个大的平草组成 而高价草莓育苗的架子 却是由一宽四窄的槽子组成的 为什么这个槽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草莓的生理特性来量身定做的 首先我们这么直觉来看 这个苗就比较大一些 这一些苗就相对要小一些 另外是这个槽要宽一些 这个槽要窄 直觉上来感觉就是有这么多区别 宽草的宽度和深度都是20厘米左右 里面生长着母猪 那么这个宽草里面呢 种的就是母猪 为什么说是母猪母 就是母亲的母 那可以产生很多的小苗 窄槽的宽度和深度是10厘米左右 里面生长着子猪 宗敬之所以设计成了一宽四窄的生长槽 这与草莓的繁殖有关系 草莓是通过匍匐精来繁殖下一代的 母猪定植以后长出匍匐精 匍匐精的结会生根 长出一棵小苗 然后匍匐精继续生长继续生根 再长出一棵小苗来 如果说从我们这个技术上来说呢 就一棵苗二棵苗三棵苗四棵苗 宗敬他们种植的大多是红颜和张基 这是从日本引进的品种 在日本对他的描述更加形象 在日本呢 他们是这么形象的说的 那是母猪 这个呢就是大狼 四狼 三狼 四狼 就像咱们的孩子排这个顺序一样的 正是因为这些生长草里 有的长着母猪 有的长着子猪 所以设计成了宽度不一样的生长槽 这些子猪的营养 最终靠母猪来提供 所以定制母猪的槽要宽一些 通过测算 宽槽的宽度和深度 在二十厘米左右的时候装上机制 里面的营养可以满足整株草莓 在繁育期的营养需求 那么宗敬他们 为什么把生长着子猪的窄槽 设计成宽度和深度 都是十厘米呢 剪掉这个蒲腹镜之后 让它自己再生长一段时间的话 机制对于这个小苗来说 应该也是够了 草莓从六月份长出第一颗子猪 到定植 大约需要六十天左右 如果把子猪槽设计的太宽 里面的机制多 还没等草莓苗把机制的营养完全吸收掉 草莓苗就该移栽了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把子猪槽设计成十厘米宽 十厘米深 到移栽的时候 子猪槽里面的养分 恰好满足子猪的生长需要 别看现在棚里的草莓苗长得这么好 可是当初 宗敬它们也是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因为这种育苗方式 在行业内比较新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宗敬它们只能是自己摸索着做 2012年年初 宗敬的草莓苗长得非常好 但是这种好景没有持续太久 大棚里的这些草莓苗突然都出现了异常情况 不光是宗敬实验基地的草莓苗出现了异常 有些农户家的草莓苗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叶子上都像是白毛一片一片的 非常明显 草莓叶片的背面有些白粉 叶子卷了起来 这是白粉病的典型症状 宗敬大棚里的草莓苗竟然得了白粉病 这个如果说控制的不好 带到那个生产田里去 那么到时候再结果了之后 这个果实上再上了白粉病 那这果实就没法吃了 影响到一个产量 农户的草莓苗一旦得上白粉病 这一年的收成基本上就泡汤了 好好的草莓苗怎么都得上了白粉病呢 高中高湿吧 还有那个透风它不是那么太好 这白粉跟棚里的话那白粉多 草莓白粉病竟然和这大棚有关系 白粉病在比较密闭 通风条件不好 干湿交替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 大棚里的温度湿度非常适宜草莓的生长 这么好的条件 草莓苗因此长得比较健壮 比较茂盛 尽管宗敬设计的草莓架子一高一低 但是苗长得仍然太旺盛 这无意中给白粉病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因为它这长得比较壮嘛 叶片也没有怎么控制 它中间这个空隙就比较小了 就形成一个玉壁的环境 遇到在夏天这个高温 有时候炎热 你在浇水管理不当的时候 白粉病就上来了 控制白粉病发生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通风 为了通风 中间已经把大棚四周的棚膜都撩了起来 即便这样 白粉病却依然没有控制住 中间只能采取另外的措施 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轴流风机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安了八个 那么一边是四个 让它朝向一个方向这样 促进这个空气的流动 那么虽然这棚屎的温度可能要高一些 但因为有这个空气的流动 这通风的效果咱们就达到了 因为达到了通风的效果了之后 这个白粉病很快就下去了 中间让育苗的草莓上了架子 解决了草莓育苗过程中 碳居病爆发的大问题 这个改进还解决了一直困扰 种植户的另一个问题 苗大小不一的问题 草莓育苗是先长出一棵苗来 然后匍匐经继续生长 再长出下一棵苗来 一般来说 先长出的苗长得时间长 获取的养分多 比较强壮 而后长出的草莓苗比较弱 咱们说的这个苗苗呢 那就从一开始呢 就比这个状苗要差很多 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这个 什么先天不足是吧 它说在就 从一开始它就输到了起跑线上 在北京市的昌平区 草莓陆地育苗的时间 大多从四月份开始 五月末开始长出匍匐经 一直到八月份 草莓的匍匐经四处乱爬 小苗长得杂乱无章 很难分出一级苗二级苗来 从第一棵苗长到最后一棵苗 它们大脚的反差非常大 可以说是大的大小的小 也就很难给它们开小造 可是随着草莓上了架 这就不成问题了 子猪草中的小苗 最靠近母猪的苗最壮 逐渐的苗越来越弱 最外面的苗是最弱的 它们再也不像陆地育苗那样 杂乱无章了 中进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弱苗培育成壮苗 而让壮苗放慢生长的脚步 最后都培育成长 是差不多的优质苗 这件事放在陆地育苗上很难实现 而在高价育苗上就比较容易了 如果现在形成了这种 极极子苗之间的这种差距 那我们就是会采取这个 控制一二级子苗的这个长势 那我们促进这个三四级子苗的这个生长 一蹴一空来达到这个平衡 草莓露天育苗 危险重重 草莓苗为何接连死亡 如何拯救草莓产业 为何让草莓上了高高的架子 科技院即将播出 以前没有办法分类加小灶 而现在 子猪已经按照大小长在槽中了 所以 要给它们加小灶也变得很简单 在给子猪开小灶的时候 只要按照长势和要求 把肥料撒在栽培槽里就行了 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 另外还可以格外的给这小苗一些肥料 可以用一些缓氏肥 就撒在这个小苗 这个子苗槽里 这样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除了给若苗开小灶之外 中间还采取了一个辅助的措施 那就是控制蒲芙精 草莓的种苗 获取的营养就那么多 如果蒲芙精太多的话 每条蒲芙精 都去争夺养分 结果哪条蒲芙精都长不好 经过实验 中间发现 只能留下六条蒲芙精 而其余的蒲芙精要减掉 这样 从蒲芙精上长出的小苗 才会都很强壮 对于第一排里的 这些长势比较壮的子苗 还要适当控制它的长势 那么怎样来控制第一排的苗的长势呢 像一极子苗 它在这个长的过程中 肯定是它长得要比较壮一些 它的叶片就会比较多 我们就靠这个摘除它的叶片 达到抑制它生长的一个作用 曾经把一极子苗的叶片 控制在四片左右 减少叶片的光合作用 达到抑制草莓苗生长的目的 三个一星期的一星期 功能叶多了之后 就是光合作用肯定会比较强 那光合作用强了之后 它会更加的壮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叶子打掉 让它仅留三片到四片叶 而且每一株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水平 那么它获得的这个 就是光合作用的这种能力 让它都趋于一致 那么这个草莓也就会比较整齐 曾经让草莓苗上了架 隔离了土壤 没有了土传病害 干起活来也轻松多了 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育苗中不会再发生碳疾病了 草莓苗长得各顶各的结结实实 由于观光休闲的需要 北京地区大力发展 适合采摘的玉系草莓品种 却一直因为这个育苗中的一些问题 影响了北京草莓产业的发展 宗敬的这项草莓育苗技术 可以说是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发展 很多的草莓种植户 都因为这项技术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好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ABC 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信息 我也会与您交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虽深埋地下千年 出土后依旧生命旺盛 进行法压实验 能够法压 它为何能够千年不服 关键是它本身的结构 种莲子 为啥还要用上锯子 神奇的莲子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